2016高中棒球聯賽 硬式木棒組將在2月24號點燃戰火 賽前記者會上特別邀請現任一大犀牛 張耿豪跟國力體大投手宋文華站台 懶人輕棒時期的王牌表現 是母校南英商工 平鎮高中的學弟榜樣 明星學長也不強私分享經驗 慢慢來 先八強四強冠軍 我覺得太過一圈膝 因為你高中聯賽 我們的目標就是冠軍 然後你當然是要以冠軍為目標 因為你能把自己的目標放遠一點 所以你每一場比賽的目標會更不一樣 對啊對啊 有聽到嗎 有有有聽到 各位帶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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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冠軍啊 就是說因為木馬聯賽是 算是高中算是最大的比賽 剛好因為平鎮也沒有拿過冠軍 所以壓力會算是比較大吧 對啊 因為以前我們也是都是這樣子 那就是打到後面的話 就是又要更冷靜 更沉穩 然後就是一步一步做好來 就是都不要太急 很想拚啊 因為黑豹棋打完就第二名嘛 所以大家想這個比賽全部把它補回來 明星選掌現身加持不僅傳承意味濃厚 更激起國內輕棒選手的戰鬥力 包括傳統名校古堡家商 平鎮高中 以及2015冠軍高院工商等 去年十二強學校人氣球員 齊居一堂 共同揭開今年賽事logo 高涵V家開戲呼叫洪讓 回到新聞才發報導 很好 ! , 高!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